ED還是ING 不然考試前就通靈一下好了 順便這麼快都會輪胎 我是參觀人員 我是Claire 萬年的英文考題一定有什麼嗎? 就是考你形容詞要加ED還是ING 我記得我曾經上過一堂英文課 然後那有個老師叫做Mike 那因為我們是音聽課 所以我們會戴耳機 老師就會隨機配對 你跟其他不同座位的同學一起練習口說 老師就會時不時的去切那個channel 去偷聽就是大家對話的狀況 或者是有沒有偷講中文之類的 如果你講中文老師可能會在耳麥裡面說 No Chinese之類的 但是好死不死 有一次呢老師切換到一個頻道 剛好聽到學生說 Mike is boring 然後老師就直接把耳機這樣摔下來 直接這樣衝上去 然後抓著那同學的一領這樣 傷害巴掌 好啦我開玩笑的 我開玩笑 我開玩笑 我真的是開玩笑的 唉唷頭髮好亂喔 我真的是開玩笑的 不要當真 老師也不叫Mike 我已經改過名了 反正呢老師就因為這句 Mike is boring 而生氣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不是國高中的時候 曾經有學過 ED是形容人 ING是形容事情嗎 但是如果ING不能用來形容人 為什麼老師會對這句話這麼生氣 所以國高中老師叫錯了嗎 對沒錯老師錯了 但是老師是因為他簡化了規則 要讓大家好記憶 但是這樣的規則呢 只會讓他的應用變得非常的有限 然後呢他也只適合在應用考試 在應付考試上面 當你離開學校之後 你要應用在工作 你要應用在生活 跟你的外國朋友閒聊 以前你的生存法則 只要通過考試就可以 所以你被ED就是形容人 ING就是形容事情 但是現在的生存法則 不一樣了 所以你也要你知道 升級一下 你對這個ING還是ED的想法 他覺得很無聊 到底是 He is boring 還是 He is bored 為什麼還是會有人 搞不清楚這兩句話的差別 那是因為 Bored ED跟Boring 這兩個字都是形容詞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這兩個字 其實都可以形容人 但是他的意思截然不同 He is bored 字尾是ED 表示這個人 他自己感覺很無聊 他的Kimoji 他自己不形容你知道 Kimoji沒有很開心 所以他覺得很無聊 快要打瞌睡了 ED呢 他就是強調感覺 就是強調feelings Claire is bored 很無聊 在玩手指 在玩手指 很無聊的時候你們會做什麼 He is boring ING結尾表示 這個人事物的特徵 的本質 他是Qualities 而不是Feelings 他的個性有一部分呢 是讓別人感到 無趣 無聊的 或者是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 他的本質上 是無聊的 性格上面的優劣 性格的本質 所以 He is boring 就代表 你在講 這個人 他本身的Qualities 是 無聊的 所以 你如果講一個人 很Boring 那就是 有一點在詆毀他的意思 Claire is boring 他很無聊 他就只會讀英文 到底有什麼有趣的 OK 其他常用的詞組還有 Borried Worrying Frustrated Frustrating Disappointed Disappointing I'm a bit confused 我有點搞不懂耶 沒有聽懂 The instructions are really confusing 這個指導手車真的是很難懂耶 We were all terrified 我們都嚇死了 我們都要挫賽了 A terrifying experience Living in that house This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experience in my life 住在那間房子 真的是我畢生覺得最可怕的經驗 我曾經因為吃糖果 然後卡在喉嚨 然後我有 差不多好幾秒鐘 是沒辦法用鼻子呼吸 也不能用嘴巴呼吸 我就 然後我就一直拍我同學 然後我同學以為我在鬧 是我覺得最接近死亡的時候 我都覺得天啊 我的人生走馬燈 你知道就 Flashback 就是一直在跑 I have annoying neighbors 我覺得我的鄰居很煩 因為他11、2點的時候 都還會在家裡跳聲 然後我就聽到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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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ying neighbors 很煩的 嘖 你不要煩我 Annoyed I am annoyed 我覺得很煩 在醫生面前脫衣服 I felt embarrassed 說謊 當下被拆穿是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是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I am getting excited about my vacation 我要去度假 我覺得好興奮喔 你要開自己的YouTube頻道嗎 WOW How exciting 請你選一組單字 各造一個句子 告訴我你最近的境況 其實我剛講的鄰居就是我自己 我真的 會在家裡跳跳聲 而且是晚上的時候 但我以為樓下是一個店家 沒有人住 結果誰知道 真的有人住欸 然後他就按電鈴 就會說 小姐 你可以不要再跳跳繩了嗎 我保持自有任務 我喜歡 我就按電鈴 不會再做聽 不是嗎 我怕不斷 這是最不斷